首先我想说明一个 就是足球它是需要资本的介入 需要市场的介入 那么大家现在在中国谈论的金元足球 其实把很多的一些责任 都觉得是这些资金的投入 把这些投资人 把这些好像现在不好的一些情况 都把这些都加在了投资人的身上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很正确的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好的市场 它需要我们的资金的 大家喜欢足球的这些投资人资金的进入 实际上中国足球也在走一条探索之路 那么出现问题不怕 我们一定要去直面找出问题所在 去改变让这个联赛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